大家好,我是林生亮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逃离中国的第一站 阿姆斯特丹机场的经历 首先我要给难民营正一个名 在荷兰以及欧洲 他们实际上不叫难民营 是叫做寻求庇护者中心 为什么中国人会叫做难民营 我没办法去进行考究 但是中国人习惯叫做难民 或者叫难民中心 那么我们就沿用这种习惯的说法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一下 我是在2021年的8月28日 凌晨大概是4点25分 我是到达了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中转 本来按研计划机票买的是到乌克兰的 乌克兰当时也是正好是免签是到9月30号 所以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 那么我在到了机场的时候 就向边境警察申请庇护 当时是比较迷茫的 因为没有经历过 也不知道找了警察他会怎么样 会不会像中国一样送进移民监狱 或者说会送到你哪个地方 或者不让你当人看 什么念头都想过 但是我自己安慰自己 那民主自由的国家 即使再坏 也不可能有像中共的警察那么坏 我女儿就在四周的到处转优 一边找充电的地方 一边寻找警察 后来还是我女儿 看到了正在上班的那个空姐 她上去问她 那么空姐很非常日情 告诉我们 她说指着那个前面那个地方 她说那个边边境的出入口 那个地方 那个有个窗口就是了 那么我就提前用那个谷歌的翻译器 把那个需要申请庇护的文字 递给那个窗口的人 有个大胡子那个警察叔叔很客气 问我们可不可以将护照 以及你的机票 机票给他看 那么我当然可以啊 是吧 因为我 因为他也完全没有那个凶狠的样子 而且还很客气的 遵循你的意见 我相信我不给他 他也不会怎么样 是吧 不到十分钟 他就敲敲我的那个 通过那个敲那个玻璃窗 就示意我们招手 我们过去 那就告诉我们了 他说 行李已经从飞机上拿下来了 当时我还非常担心 这个航班如果飞到乌克兰的话 那么我的行李也跟着到乌克兰了 所以当然我也做好了损失行李的那个行李准备 就没想到警察就这么快就把我的行李都拿回来 我还没想到的事情他已经想到 所以我的心是充满着感激的 在那个一瞬间 我觉得从来没体验过这样的 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被那个警察上带过 特别是我们坐过牢的那个良心犯 是吧 不过从他们的那个表情来看呢 是非常平静和从容 司空见惯的样子 因为早上的是机场 我们到的是比较早 晚上值班的警察也比较少 我和我女儿就坐在那个窗口底下旁边 有一个一排过的那个小凳子 就像我现在坐着一个凳子一样 等待 等待的时间是不好过的 说实话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会要做什么 会发生什么事 大概呢就是中午12点的时候 就有一个警察端了一份蛋糕和两杯水 给我们 等我们吃完之后 他还回头来过来问我们 他说吃的怎么样 够不够吃 说实在话是非常好吃 那个蛋糕 至今还在回味 当然这个回味也不仅仅是回味那种美味 回味的更多是感叹 他们把我们当人看 所以我们在那里无事可做 我就坐在椅子上 一直在观察这些进进出出的那个警察 发现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非常有个性 而且很多人身上都有 都有那个纹身 都有纹身 但是每一个人的那个眼光 跟你相对视的时候 都是充满着善意的 远一点距离的话 他就会跟你点头示意 点头微笑示意 近一点的话 他就会跟你说 Hello How are you 之类的那个问候 在这一群警察当中 你也根本上是分不清 哪个是领导 因为他每个人都个性都是那么鲜明 没有长官的那个架势 也不像我们那个中国的警察 看得很刻板 我心里想 这不就是我梦想中的人人平等和谐的社会场景吗 那一刻我觉得我来荷兰没来错 大概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就有三个警察过来 其中一个人就向我出示了那个警察证 他那个警察证不像那个中共的那个 把他捂住 生怕让你们看到 他是完全敞开的 完全敞开的 并让你的余光就是你可以这样停留看清楚 他的那个证券的那种 他们就带我们到了那个机场边境警察的办公大楼 在那里让我们把手机和那个护照 护照之类的上交给他 给我们录了那个生理信息 指纹 人脸 而且给我们拍照 那这里要讲一下插曲啊 就是他给你拍的这个照片之后啊 他是整个荷兰系统都可以用这张相片 这一点不像去到美国啊或者泰国啊 他你要提前准备很多那个证件照之类的 什么四寸啊六寸八寸等等 是吧 我们 我们那个在后面一直就不用再照相 也不用就节省了我们时间和和那个金钱 因为当时我出来的时候 是我一个听美国的一个朋友交代 他说你你一定要随身带着那个带着那个相片 所以我也带了很多 到现在一直没用上 那么言归正传啊 我们他们通过电话翻译 很多人会担心就说你语言不通啊 或者荷兰语不会说啊 英语说得不好啊 他这一点完全可不用担心 他会做通过电话 整个所有的系统都有这个电话翻译 就说做了一个笔录 他每做一步他会告诉我们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知道 而且充分考虑到我们的 我们这些不安全国家来到 第一次到这里的那种紧张啊恐惧啊 他也提前考虑到这里 他会安排一个华人面孔 或者亚裔面孔的人来给你做笔录 跟我同行的那个 同一起进去的那个两个土耳其人 也是这样 他安排就是土耳其的人的 或者能通他们语言的 跟他打声招呼之类的 所以这也是充分的体现出 他们对人性化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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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啊 后面呢就是我们做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他就是有个边境 那个警察就叫提前叫好吃了 就送我们安排了一辆那个豪华的那个奔驰 奔驰出租车啊 这就是让我们上吃了 那个费用也不用我们付的 交代那个 交代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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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送我们到哪里 他也跟我们打打打招呼啊 他说他会送你到那边那边有人接应什么的 就是这么非常详细跟那个细致的安排 那么我到了在路上的时候就拍视频了 拍一段视频给我家里人去报平安 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到了荷兰了 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是就隐隐约要告诉暗示一下我的母亲 除了我亲人当中除了我母亲有点感觉我出来了 除此之外没有没有其他的亲人知道我我出国的这个事情 这个是我做的那个保密措施 全程我就想一下 就是说司机后来就带到我 到了这个叫这个那名叫Table Table我通常叫他叫大本营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你没有任何感觉到 就是说你给你戴手铐啊 或者把你当作敌对势力啊 或者把你当作偷渡啊 受到什么为难之处的 也没有人监控你 就甚至你到了那个大楼 你要出去上厕所啊 都吃喝水啊 都有充分的保障 这一点是说 我像我们这个时期过自由的人就非常清楚 就点点滴滴在心头 那么 所以说这一点是在欧洲 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对人权的维护 和对个体的尊重 是非常令人赞许的 为什么我要用这种倒序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呢 因为考虑到现在很多人已经准备逃离 或者已经准备逃离到这个那个理想中的一个国家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他到了一个国家寻求庇护 他会不知道如何去面对 也可能会有我当初这种想法 就说到了这里怎么办呢 会无数的一种念头 那么我就做着这个节目呢 就给这些朋友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见识 这样他们会清晰自己下一步要怎么走 在这里做一个节目的预告 我下一期会讲一下难民营里的故事 可能会分段讲 因为太多了 首先可能是讲我自己在难民营里的故事 以及讲一下我认识的中国人在难民营里的情况 希望大家订阅 转发分享 以及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